在阿富汗的北約官員說一名男子在赫布爾附近的美軍基地開槍擊傷五名聯軍軍人 襲擊事件星期二發生在動盪的瓦爾達克省塞爾德阿巴德區 阿富汗軍方發言人說槍手逃離該地區 攻擊北約在阿富汗部隊的行動今年起至今已經累積了19宗 最少有23名北約士兵在襲擊當中喪生 在今個星期初一名阿富汗男子新穿卓警察制服 在阿富汗南部的克爾曼德省的檢查站殺死了3名英軍士兵 這些越來越多的攻擊令北約在2014年 在阿富汗全面轉移安全責任的工作提出疑問 美國今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最少有6成的攻擊是出於個人問題 這次的機會不見了